大家都知道 现在新车价真的一波一波 不断在调涨 这已经不再是新闻了 可是我们最近看到 Toyota还有二度的调涨 那影响的车款有哪一些呢 对 其实不只是Toyota在调涨 在日本甚至连三菱 甚至Subaru在近期都有2-3% 这样子的一个涨幅 你看这种全球缺晶片 然后零件组等等 又因为运输的成本增加 卡物流等等造成这样子 全世界都在缺车 那Toyota这边就是进行了一个二度的调涨 那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样哪四款车子 首先就是Tong S 就是做生意会使用到的这种发财车 这种货卡等等哦 它的涨幅还比较小一点 它比较有考量到做生意的人哦 当然是比较辛苦一点点 那像是手牌的这个铁床跟木床等等啊 还有自排这些呢 通通都是加了一万块 所以有2%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涨幅 这样子的这个气人座的休旅基本上呢 其实是它的价钱越来越高了 它的成长幅度也是来到4% 那GR系列哦 其实它呢 这个花了非常多的精神去开发 那GR Yaris这台车当初出的时候是多少 179万 那其实呢 去年已经有第一波的这个涨幅了 它已经涨了6万块 那个时候呢 这些性能玩家哦 就是又一窝蜂的 就是想说啊 还好我有先订 那后面呢 又跟着一批之后呢 哇 接下来这一次的涨幅来了可大了 它竟然来到了11万 就是185万再加11万吗 对 所以现在基本上这台车只要花196万 就是200万 将近200万哦 才能够买到这台暴力压了 所以其实你看它的涨幅非常大 到6%哦 那最近呢 大家呢 GR性能呢 会关注的是什么车 就是GR86 它其实上个月才正式的跟大家见面 然后呢 60台才陆陆续续的在交车 这60台都还没有交完哦 它就已经推出了说不好意思哦 这个开发的成本啊 所有的一切都成本太高了 所以我必须要再加你11.2万 啊 对 11.2万哦 对 但是它有700多张订单耶 所以你在9月20号以前下定的 真的是好家债 哎 主席 又要求到他了 11万你赚到了 不是啊 就是说不用接受这个调涨的价格 11.2万 对 因为包括我自己车队那时候 其实就已经先 你不是也有两台吗 就是有订两台 对 我觉得我们车队还 还运气还蛮好强 现在第一波先 先 先入手了一台手牌 然后这个时候 就觉得还蛮幸运的 那接下9月20号之后的话 不好意思哦 你要买手牌就是164万 对 然后呢 买自排呢 有这个TSS2.0的话 就是168万 好啦 想想 换个方式想 这168的数字听起来 还蛮 还蛮吉祥的 好一点点 好 因为真的全球都在涨 给大家另外一个选项 其实这个Pojo保家联合 这个PojoL Citroën 目前呢 就是有发一个 发一个公告 就是说 我们今年年底前是洞涨的 所以其实如果想要开发系车的话 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 现在目前比较佛心一点点 也没有在一片这个掌声响起的时候呢 这个跟着一起涨的一个车商品牌 是 所以聪明的消费者就知道 在这一个混乱的时局里面 如果说你看到新车 也是你喜欢的车款 通常只要在预售的时候 大部分人就会直接下手了 因为新车价不可能在上市之后 它还给你调降的 只会越来越贵 所以大家知道 如果你真的锁定目标 要赶快下好离手了 那当然也有一些车厂 就是逆世的操作 在这一片掌声响起当中 它硬是推出了 比以往还要更亲民 更便宜的价格 来让大家可以入手 就好比呢 最近真的声量非常大 关注度十月份 所有亮点都在它身上的 就是最便宜的国民电动车 已经准备要跟大家见面了 是不是 对 这一台纳智杰的 就是首款电动车N7 它就预计在这个10月18日 举办的鸿海的科技日 会就是亮相 跟它 对 那这一台车呢 它其实呢 它有很多的这个吸引人的条件 包含说它的这个续航里程 有700公里 然后它是售价100万元以下 还有它有这个最大的动力是400匹 那这些综合的条件 其实那看起来好像 好像不太可能在同一辆车上面发生 对 其实呢 我们可以先大概做个预测 就是可以先来就是 梦 做梦 梦一下说这一台车 它大概这个车型编程是什么样子 那其实呢 我觉得就是根据目前的这个科技来说 因为电动车你的续航里程 取决于说你的电池的大小 那如果说这台N7你说又要在100万元以内 又要有这个700公里的这个续航里程 其实基本上来说 以现在的这个造车的成本 跟这个电池的科技不太可能发生 所以我觉得这个100万元以下跟400匹 还有这个就是700的里程 这三个条件其实要拆开来 那100万元以下呢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小电量的这个车型 包含说它的这一个电池的电量 大概是50到60千瓦左右 那它的续航里程 我觉得大概就是在400公里 合理了 对 那这个100万元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吸引大家想要入手电动车的一个 就是很好这个入门的条件 对 因为400公里 480那个美国不是有进过一个测试吗 480公里就是大家完全可以接受 而且其实是你的 你就比较不会有行驶的那个焦虑啊 对 的确 如果说你这台车你都是要在市区行驶的话 其实400公里我是觉得绰绰有余 是 两个星期可以不用充电 如果在都市里面 的确是这样子 然后呢 好 我们再来讲说 700的续航里程这件事情 这个的话呢 我是认为说 它这个N7会把这个售价定在 大概已经是130万元的这个机具 130 也算挺便宜 700公里 对 700公里 那它搭载这个电池的电量 大概会就是差不多 80到90度电的这个电量 现在目前可以破700的就是 宾市的EQS 它搭载的电池大概100 100多度 对啊 100度以上 不过因为EQS它车型也比较大台 而且也比较重 而且它搭载配备也比较丰富 所以说其实你大电池搭配大的车重 然后达到这个700的续航力 其实这个也是算合理 好 接下来呢 400匹的这个条件的话 我是觉得它会是定义在说 一个更高阶的一个性能版本 那的话应该也是用这个 80到90度电的这个电池 然后搭载这个前后双马达 然后才是有这个400匹的这个最大动力 那这辆车呢 就是会在 就是10月18号这个鸿海科技日 会正式亮相 那我觉得就是到时候大家就来看看说 这个正式的这个车型变成会是怎么样了 嗯 没错 好 除了这一台 纳智杰的N7电动车之外呢 其实大家在关注的另外一台电动车 也是近期正式上市的Tesla的Model Y 观众朋友 你订了吗 我作为真的蛮多朋友已经订了 然后我们来帮大家来稍微评估一下 它会不会是接下来电动车的霸主 甚至于干掉自家的Model 3 好 讲到Model Y一定是非常多人期待的车款 我先讲 我不是一个特分 我甚至对这个品牌蛮多的地方不认同 但是Model Y我觉得它是一部很... 很值得期待吗 蛮值得买的 而且一定会大卖的电动车 然后骗人 系统有问题什么这种不管 它的我觉得是在空间的表现上面 很多人想要这个售价的Tesla的电动车 但是空间确实整体的车身尺码尺寸 有点不符合大家的需求 然后我觉得它主打这种低价CP值的路线 是可以再往上加一点 等于说Model 3跟Model X或Model S中间有一个太明显的断层 那Model Y的出现我觉得刚好稍微的填补了这个区间 那它这一次上市呢 它的售价在Long Range的入门版本上面是229.99万 就是等于说比Model 3的Performance的版本再贵一点点 就是破200万 然后如果你把它跟Model 3相比 虽然两台车是采用相同的电池码的模组 同样的平台来打造 但是车身尺码的部分 不管长宽高甚至是离地高甚至是轴距 车重Model Y都比Model 3大了一点点 那我先讲其实这一次国外很多人很关注的几个它的特色 比如说白内装 比如说5加2七人座的配置都还没有在台湾开放 所以现在就只有黑内装标准的五人座的设计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在前行李箱容积 后行李箱容积的部分都比Model 3好上非常的多 那我自己最近常常去这一两年吧 有时候出去玩出去露营的话常会看到Model 3 我就觉得如果家庭买家来说Model Y绝对是更适合 绝对因为它的空间尺码都更大表现更好了 感觉就是丑了一点点 没有Model 3那么流线那么帅 然后好像也没有 像是小一号的Model X 但也没有Model X那么霸气的感觉 就是有点Model 3在拉高 那种做黏土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论造型没有Model 3好看 但是空间的机能尺码会很棒 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其他的电动车来比较一下 刚刚讲一下它的售价是229.99万 然后如果是performance的版本的话是259万多 所以价差大概在这边 两者的差异主要就是动力 21寸轮圈 然后像低一点的悬吊 铝合金刹车踏板这种配备差别不大 反正TESLA也没什么配备 毛胚车就只有一个荧幕 重点就是差在动力 那跟其他我们现在比较红的几款车型相比 我觉得最接近的应该会是EQB EQB的话当然定价再高一点点 尤其宾市又是豪华品牌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车身定位跟客群 还有尺码是比较相近的 当然EQB它比较方正的一个设计 所以再加上又有七人座 所以空间尺寸好了蛮多 但是Model Y当然在动力的表现 加速还有续航力的部分 Model Y有超过500公里 那EQB的话是400多 稍微又再好了一点点 但如果你跟其他的一般品牌相比 KIA的EV6尺寸其实也差不多 但是价格低了蛮多了 那续航力的部分其实也不差 但是就是空间的尺码 它毕竟还是有一点像BZ4X 不是那么方正的休旅车 它比较以鞋背流线的造型为主 所以这两款可能会比较接近 那尤其以售价来说 BZ4X现在买不到 但是以价格带的重叠性 产品的定位 再加上现代的IONIQ 5 我觉得是比较接近的 但如果你可能 譬如说IONIQ 5 你买到Performance的版本 就会跟Model Y是比较相近的 尤其现在EV600 对 也破200了 动力的部分 价格的部分 都会在这台车 Model Y在市场上绝对是一个 蛮可怕的角色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些豪华品牌的新车 也即将要跟大家见面 对 如果大家口袋还薄薄的话 接下来有好多的高级车 要跟我们见面 第四季我们迎来了 这几台其实每台都算是 在台湾市场非常举如轻重的车款 先从B&W大军来看好了 B&W今年第四季一口气 有三台新车要出来 而且每台都非常的重要 首先三系列 其实 对 我们一直以来 可能从小到现在 对BMW的印象 搞不好就是从三系列建立起来的 现在它要进入了小改款 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变化 在于外观上 它把它的车头 稍微的跟新世代做出了一个连结 然后过往的感觉比较 过往其实感觉比较沉重 比较沉稳 稳重 但现在看起来则是比较运动感 除了三系列以外 再来B&W 这个就更重要我觉得 因为它是旗舰 就是七系列的大改款 这一代大改款的七系列 其实变化是非常的大 首先它没有以前的所谓标准轴距 直接就是给你长轴版 所以车长最起码最起码 也不能说最起码 唯一选择就是5米39左右 好长喔 5米4 这个大小开在路上 你能想象它就是一台老师来斯 Ghost的大小 或者是一台B&W的大小了 对 那它在设计的主轴上面 它跟刚刚讲的三系列 有一点不一样 它们现在的大车 它们现在的顶尖车子 它会把头灯做成分离式设计 这样子来陪衬它的大型化 刚刚关羽有讲到的 拉长的水箱护照以后 看起来视觉会更有震撼性 比较有均衡性 不能什么东西都大 头灯也大 然后鼻孔也大 这样很怪 看起来很丑 对 就整个前脸全部被水箱护照 还有灯给占满了 是 它们设计是不是吃素的 然后好 再来看到B&W X7 这台车子呢 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怀疑说 X7这样子的大型的LSUV 豪华品牌 到底市场好不好 结果从它的销售表现 来看 确实还是蛮多人需要这样的车子 而小改款以后呢 一样比照了刚刚七系列 因为它是属于高端的产品 所以它一样分离式头灯 一样把它往上提 然后加大它的水箱护照 里面呢 也跟他们的兄弟一样 又是全曲面的荧幕 好 看完B&W大军以后呢 再来看其他的好华品牌 这一定卖翻的啊 这个车一定大卖 因为以前我看到RX 会觉得这好像是阿伯的车 但是现在的RX 阿伯车怎么可能开这么前卫呢 连我现在看到我都会觉得 可能我买一台来开着上架班 该有多 而且很有未来感 是 它整体的感觉更有 我觉得像是以前 我们在改车改VIP风的那种感觉 对 看起来就是跑格 而且它的跑格不是只是看起来 它新车不只有以往 那三五年到六年 等下atten 好 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